他逼我认错 可在我失忆后却哭着求我别忘了他 在发现我不是轻生血脉后 立刻就被豪门赶去了山里 轻生父母对我残忍施暴 差点将我打死 追求多年的青梅也对我厌恶至极 在我被折磨的遍体鳞伤后 林家和却认真的问我还爱不爱他 我抱着枕头蜷缩着回答 我不认识你 我本以为自己要永远堕落在黑暗的深渊之中 当那辆我曾经无比熟悉的车子停在门口时 我甚至觉得自己终于能够脱离苦海 可没想到 只不过是掉入另一个深渊罢了 我小心翼翼地坐在后座上 车窗上倒映着我沧桑斑驳的脸庞 双眼早已经失去了从前的神采意义 取而代之的是疲惫和暗淡 这样狼狈的我认谁也看不出来 曾经的我是景城最不可一世的豪门少爷 不肯与我坐在一排的姐姐 江志言透过后视镜打量我 眼里满是鄙夷 不停在鼻前扇风 江齐安 你别给我装出这种表情 我只会觉得恶心 你不过是在这山里待了三年 比起江城二十年受过的委屈 你这样算得了什么 从前我若是听到这话 一定会将整个景城都闹个天翻地覆 可现在我不再是那个 可以目控一切的大少爷 我只是在山里过着牲畜一样的日子 每天遭受毒打和屈辱的乡野之人 被磨平了棱角的我 早已经习惯了逆来顺受 我缩了缩身体 声音颤抖地小声回应 对不起从车上下来后 我听到江志言不耐烦地对司机吩咐 把车里的座椅内饰 他碰过的地方全都换新的 不知道身上携带了多少细菌 从前我觉得姐姐对我有过疼爱 现在他却将我视为行走的病菌 唯恐避之不及 他并没有将我送回家里 而是将车子停在了一栋别墅前 这里我很熟悉 圈内的富家公子和小姐 喜欢在这里开各种派对 我的姐姐江志言 把我接回来的第一件事 便是要看我出球 进去 让他们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江志言勾起嘴角冷笑地看着我 我只能乖乖听话 不敢有丝毫拒绝的想法 我强忍着不是 推门进入后 里边原本喧闹的音乐声骤然停止 那些非富极贵的少爷小姐们 将目光全都落在我的身上 卧槽 谁喊来的土包子 林家的保姆都不会穿得这么烂 这该不会是混进来 想捡垃圾的乞丐吧 人群中喧嚣纷纷 都在对我的出现表示不满 但渐渐的 也开始有人将我认出 不对啊 这土包子有点像当年 在景城呼风唤雨的江家大少爷啊 现在怎么沦落成这野鸡样了 本来就是个野鸡 侥幸被江家养了二十年罢了 现在只是被打回原形而已 不会成了这样 还要来纠缠家和姐吧 真是恬不知耻 家和姐和江春少爷已经订婚了 她现在出来就是个跳梁小丑 众人的冷嘲热讽像一道道利剑 无形中将我定死在地上 我低着头 步伐开始不稳 只想要钻个洞躲起来 面前出现了一道身影 我抬头一看 正是我深爱多年的林家和 那时我对她的爱 在景城人尽皆知 轰轰烈烈 因为有我在 所以林家和的身边无人敢进 可她对我同样清冷 甚至聚而远之 但我心高气傲 对她无休止地纠缠 放话说我将其安非她不取 现在三年不见 林家和气质变得更加清冷高贵 给人一种不敢高攀的疏离感 你怎么来了 她微微皱起眉头 眼里带着诧异 我钻井发皱的衣角 紧张地舔了舔干色的嘴唇 我 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以前全都是我不对 我不敢再胡闹啊 您大人有大量 别跟小的一般计较 我从没想过 自己会这样低声下气地说话 但这三年来 我已经被磨平了所有的尊严 现在只想换来一个平静的生活 林家和听闻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悦 继续说道 谁稀罕你的道歉 你不该在山里待着吗 我紧张的呼吸都有些错乱 双手更是失措地无处安放 我爸 阿布 姜父姜母让我回来的 我有些语无伦次 连忙解释道 你 你放心 我再也不会缠着你了 不敢再有歪心思 也不会打扰你们的生活 只要别再让我回到那可怕的大山里 我怎么样都可以 他眼眸冰冷地盯着我 语气更是决绝 记住你说的话 不然后果自负 我明白 周围传来无数嘲弄的笑声 我感觉自己快要站不稳 咬了咬唇 对林家和祝福道 你们订婚了 祝你们长长久久 幸福美满 他顿时眯起了眼睛 似乎带着些危险的气息 你给我滚这句话 是咬着牙说的 或许他连我的祝福都觉得恶心 在众人的哄堂大笑中 我屈辱地走出了别墅 我心见了 天空似乎在呼应我的心情 竟飘落下雪花 在山里三年 我一件衣服也穿了三年 身上这件单衣破了几个洞 寒风更是肆意穿透刺骨 我没有一分钱 江志言看完我的笑话之后 便独自扬长而去 在这天寒地冻的深夜 我要徒步走十多公里回到江家 不知走了多久 我终于浑身颤抖着 站在了江家的门口 管家李叔站在门口 眼神纠结地看着我 我苦笑着说 李叔不用管我 先去休息吧 我蹲在了门外的树下 脚边的雪渐渐堆高 我冷得快要失去知觉 眼睛开始朦胧 我还是没忍住 哭了 迷迷糊糊间 我的思绪回到了从前 江辰频繁出现在林家和的身边 后来他的腿断了 所有人都说是我干的 接着林家和拿出了一张亲子鉴定 我从云端瞬间掉落到了泥潭里 他们将我送到大山里 说我的亲生父母在那里 我被迫承包了家里所有的货 光是一天我的手掌就起了血泡 全身臊痒红了一大片 父母都有暴力倾向 可以毫无来由地向我暴打一顿 当作他们熏悉的沙袋 每次我都会落下一身伤 吐了不知道多少次血 我没有他们力气大 就连逃跑也会被人给抓回来 然后将我按在地上狠狠一顿走 很多次感觉自己快要死了的时候 我都忍不住拨通了林家和的电话 他每次都会问我 认错吗 我不认 他便挂断了电话 可我明明没有错 我只是喜欢他 没有做任何伤害别人的事情 为什么所有人都想要让我认错呢 只是当我连续被五个啤酒瓶砸爆脑袋时 我的自尊心和心高气傲也彻底被打没了 我浑身抽搐着拨通了林家和的电话 声音颤抖地祈求 我 我认错了 来救我好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 冷声道 别装了 没意思 我的身体冷不丁地颤抖了一下 眼前已经是白血挨挨 每当想起在大山里的生活 我都感觉像是从地狱里逃出来一般 所以现在 我只是当一个普通人 过着平静安稳的生活 至于林家和 我断不敢再去打扰 血越下越大 像是我心中的委屈 素不尽道不明 穿着单薄的我身体很快就开始发烫 脑袋昏昏沉沉地像千球一般 身上那些伤疤更是如针扎般瓷筒 我忍不住去挠 很快就出现了血痕 从前的我娇伤惯养 皮肤白嫩吹弹可破 手指更是修长 骨节分明 可现在却布满了伤疤和厚厚的茧 肿的手指都合不拢 渐渐地 我模糊了意识 呼吸也越发困难 我以为自己要死在这个寒冷的冬夜了 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 当时应该也像我这般无助又恐惧吧 但好在 她临终前 还能见到疼爱自己的奶奶一面 可我呢 不知过去了多久 我感觉一抹温暖的阳光照在身上 身边出现了一道声音 耳边传来寂寞声又熟悉的声音 这些年真是把你给惯坏了 江富与其严肃地问我 现在知道错了 我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气息微弱地回应 错了 我错了 很快我的身上披上了一件毛绒外套 江母将我搂在了怀里 滚烫的眼泪滴落在我的脸上 她哽咽地说道 安安 你发烧了 都是妈妈不好 江母一直很宠爱我 昨晚不想让我进屋的是江富和江志严 我尽力伸手握着她 艰难地摇了摇头 挤出一丝笑容 可我的身上依旧钻心地疼 但我不想声张 也不想江母担心 出去几年 演技都可以去拿影帝了 也不知道在这里装什么 真是受不了了 江志严语气不耐烦地对我嘲讽 我依旧是艰难地摇了摇头 没有出口反驳 嘴巴实在太干涩了 我已经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也不想说出自己这几年来 遭受到的经历 不然一定会被他们定在 耻辱桌上指责和嘲笑 好了 先让医生给安安看看吧 江母心中不忍 让人将我送回了房间 家庭医生给我测了体温 40度的高烧 打得针也还没有退烧的迹象 我在床上躺了一天一夜 迷糊间 我看见黑暗之中 透进来一道光 脚步轻轻向我走来 我吓得眼泪顿时崩了出来 下意识地双手抱头蜷缩起来 不要打我 不 不要 求你了 那脚步终于停在我的床边 一道很冷的声音 传到我的耳朵里 大半夜的还在装 你这样有意思吗 这声音 是江质言 我紧绷起来的神经 瞬间松了下来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像是劫后余生一般 心跳快得像是要从嗓子里蹦出来 大山里的冬天很冷 可我从来没有足以预寒的衣服穿 还要每天干着重活 很快我就患上了胃病 还有呼吸道的重度感染 昨晚一夜风寒 我的病似乎加重了 我偷偷去看过玄弧技士的赤脚医生 他说我的病若是不彻底根治 再严重下去 必定会危及生命 想到这里 我心里的恐惧 让我更加喘不过气来 很快 我就在地上吐了一大口血 醒来时 我已经躺在了医院 身边没有任何人陪伴 想必他们让人将我送来之后 便不管了 后来医生进来跟我说 现在我的呼吸道损坏严重 甚至极大可能还容易未出血 若是不及时进行手术 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他说手术费可能要十多万 我听后默默摇了摇头 这么多钱 我根本拿不出来 能不能先帮我开药 先抑制一下 这点小病我还是能扛的 我努力挤出一丝笑容 医生看了却连连摇头 后来还是给我开了药 最便宜的药 可也要七八百块 我想着回去找姜母先借着 可走到门外时 却刚好碰见了凌家河和姜琛 姜琛 姜琛 姜琛真正的大少爷 经过姜琛三年的洗礼 现在已然是个标准的贵公子模样 全身上下都透露着高贵的气质 和现在的我就像是云泥之别 让我心中不免产生自卑 他们两人站在一起 才是真正的天生一对 姜琛看见了我 嘴角勾起了笑容 西安哥 你回来了 怎么脸色发白 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 生病了 贾欣欣的关怀 姜琛才是真正的绿剑 我想赶快离开 可凌家河依旧扭头看了过来 她的眼神冰冷 吓得我差点没站稳 现在的我 就连跟她对视的勇气都没有 我 我不知道你们也来医院 我立刻就走 对不起 我慌忙想要离开 医生却叫住了我 小伙子 你还没拿药呢 我知道她在关心我 可我现在还没有接到钱 或许是见我窘迫的样子 姜琛从我手中夺过了药单 看了一眼笑了起来 哥 你不会是没钱买药吧 她语气中掩饰不住的嘲笑 从前八百块钱 还不够你吃顿早餐呢 真是时过境迁啊 凌家河一听 沉着脸问我怎么了 我摇了摇头 说 没事没事 一点小病 小病 那你就别装得这么可怜 凌家河语气冰冷地说着 从姜琛手中拿过单子 似乎想要帮我付钱 不用 我来吧 姜琛拦下了他 然后笑着从钱包里 掏出了八百块钱 递给我的时候 故意掉落在地上 然后假惺惺地道歉 不好意思 一下子没拿吻 我要有点扭到了 喜安哥麻烦你自己剪一下吧 我咬了咬牙 扭头看向了凌家河 他依旧是一副清冷的样子 眼神随意像是在看戏 另一边 姜琛更是微笑着等待我的动作 我不想受这样的折辱 可我更想要继续活下去 求人帮忙 只有一次开口的机会 我想留着做手术实用 我俯下身子 在地上一张一张地剪着钱 姜琛就故意站在我的面前 看起来像是我在跪他 后来我用这钱换来了药 在他们嘲弄和冷漠的眼神中 离开了医院 医院大门外 我竟然见到了姜志颜 她依靠在车子旁边 似乎在等待着谁 我想要装作没看到 快步往另一边绕去 但她立刻挡在了我的面前 表情冷漠地说道 去哪 回家我小声回应了一句 就想要离开 她伸手按住了我的肩膀 上面的伤疤让我一阵刺痛 我疼得往后退了一步 你又在发什么疯 她一脸不耐烦地看着我 似乎以为我还在装可怜 我没去解释 只是低声说道 谢谢你们昨晚送我来医院 我没想到会遇上他们 对不起 说完我想绕过她 可她依旧不肯让我走 怎么 我亲自来接你 你还想自己走回家 她有些气愤地看着我 脸上是不容置疑的表情 姜志颜一直以来都很霸道 我必须乖乖听话才可以 可我不敢坐她的车 怕她嫌脏 谢谢 我打车回去吧 刚才买药剩下了一点点钱 应该足够我打车回家了 你打个屁 她怒斥了我一句 然后抢过我的药 行不行 我现在就把你的药踩碎 在这些有钱人的面前 我永远也没办法说一个不字 逗不过他们 买药需要钱 从前钱对于我来说 只不过是数字 现在却是救命的稻草 我无奈只好上车 但这次我在座椅上 小心翼翼地垫了几张纸巾 不然待会儿嫌我脏 还得吸露我一遍 姜志颜皱着眉头 将那些纸巾甩开 然后对着我骂道 姜齐安 你他妈有病是吧 我不解 他既嫌我脏 又要逼我坐他的车 现在还要骂我有病 他只是想换个方式骂我 对吧 姜志颜伸手指着我警告道 姜齐安 他们两个人很快就要结婚了 你别再纠缠不清嘛 别总给姜家丢脸行吗 我心里默默叹息一声 为什么所有的错都归到我身上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呢 我只是喜欢过一个人 这样也有罪吗 心里的委屈瞬间填满 我抓起那大药就要离开 可他再次将药抢了过去 然后抬手甩了我一巴掌 我吓得双手抱头蹲在车边 被殴打的恐惧感让我浑身颤抖不止 我听见姜志颜冷笑的声音 心里更是害怕不已 药袋被他拆开 然后将药全都倒在了我的身上 姜齐安 你还真实的白眼狼 别脸不要脸 我还想着念在从前的情分上 稍微对你好一点点 可你既然都这样了 还对林家和不死心 你不如直接去死吧 听到这话 我顿时就争住了 我记得从前 姐姐也曾对我好过 可现在却巴不得我去死 他们为什么就这么喜欢姜称呢 就因为他是真正的姜家少爷吗 我的心彻底冷却 再也没有想要争辩的力气 看着我像个傻子一样 一粒粒捡起地上的药片 将志颜用力关上门离开了这里 那些药片早已经沾满了灰尘 甚至有些还沾到了水 可我只能小心捡起来 因为我没有钱再去买药了 太久没吃东西 我的胃也开始隐隐作痛 我靠着路灯坐了好久 直到全身湿透才缓过来 这家医院距离家里很远 剩下的钱根本不够我打车回去 不过也无所谓了 在大山里时 每天都要走很远很远的路 已经习惯了 江城和林佳和的婚礼日子 就快要到了 家里一直都在忙着筹备 但江富依旧给我安排了一门亲事 仅成唐家的千金 并不像我想象中的丑陋或残缺 反倒是长得还算不错 他说对我没有任何的兴趣 毕竟现在的我要什么什么没有 但我还是提出 互相应付家里的安排 但互不干涉 有名无实 他一听 欣然同意 两家算是商业联谊 互会共利 所以没什么好说的 我同意联姻 只是为了让所有人知道 我对林佳和已经彻底死心 再也不会去纠缠他了 这样应该就不会有人想要 让我回到大山里了吧 既然要演 那你就得演好了 唐小姐微微一笑 我有需要的时候 你要立刻出现我点的点头 当然唐小姐有喜欢的人 她或许只是想利用我 让那个人着急吧 我们一起从见面的饭店走出来 却见到林佳和站在不远处 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看样子 她似乎很不开心 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出现的 但现在我只想赶快离开这里 可她还是将我拦了下来 与其冰冷地问我 怎么 一回来就迫不及待找女人了 我不懂她此话为何意 可我和别人在一起 彻底远离她了 她不该感到开心才对吗 这是我的事 林小姐话音落下 她却皱起眉头 眼里满是复杂的神情 哦 是吗 她冷冰冰地说了一句 然后扯着我来到了一个昏暗的角落 我不敢违抗 她一句话就能让我万劫不复 我蹲在角落 一言不发地看着她 她看起来有些烦躁 在我面前来回走动着 最后停留在我的面前 宁谋紧紧注视着我 那眼神让我不寒而栗 我不敢再看 将脸侧了过去 江其安 你说喜欢我 都是假的 林家和用力扯着我的肩膀 强行将我的脸扭过来 我被吓得瞳孔放大 呼吸也跟着急促了起来 似乎是因为她曾经亲手将我送进深渊 我心里早已对她埋下了恐惧 我不喜欢你 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你 从前那些都是假的 我拼命地否认 当初她数次厌恶地警告我 若是再敢喜欢她 一定不会让我好过 后来我真的被送到了大山深处 遭受着非人的虐待 当时的我 依然喜欢林家和 刚被送进大山里 我每天快要撑不下去时 都会盯着她送我的手链看很久 这是有一年我生日 她被我缠得烦了 随手在路边买的礼物 廉价到就连亲生父母都看不上 可我却当成了宝贝一样珍藏着 可是后来 我在攀爬山路的时候 那手链不小心断裂掉了山崖 我慌张地连忙沿着山路跑下去 找了整整一天 手上全都是被野草和狮子划伤的疤痕 天黑时 他们找到了还在疯狂寻找着手链的我 对着我就是一顿毒打谩骂 可我依旧不死心地在巴拉着 直到我被打得再也动不了 像条死狗一样被拖回了家里 那一晚我哭干了眼泪 随着那串廉价手链丢掉之后 我也终于清醒了过来 有些不属于我的东西 再勉强也只会让自己受到更多的伤害 这样荒谬的事情 该结束了 我摇了摇头 垂下了眼眸 叹息道 早就不该这样了林家河听闻 眉头皱得更紧了 脸上不见一丝喜悦 真奇怪 我不喜欢她 不该觉得开心吗 林小姐 请问我可以走了吗 见她久久不说话 我小心翼翼地轻声询问 走 她咬着牙冷冷地吐出一个字 我如蒙大射 连忙从她的身边闪过 一口气跑了很远才停下 才惊觉自己已经大汗淋漓 没想到唐英第二天就给我发来了消息 让我立刻赶去几十公里外的一个村子里 我打了两摩地 迟到了被她给则骂了一顿 她喜欢的那个男生是个五六线的小明星 拍摄电影需要她在村里演一段被人欺凌的场景 刚试了一场戏 那个娇嫩小声的手指破了一点皮 哭唧唧地毫了很久 唐英在旁边好声好气地安慰了很久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 江琛竟然也会出现在这里 还真是阴魂不散 她走到我的面前 语气里满是嘲笑 我说江琪安 你到底见不见啊 就爱往不喜欢你个人身上贴 唐小姐早有喜欢的人了 你还非要追过来出这个仇 真是笑话 江琛从来不会放过奚落嘲讽我的机会 虽然我想说了二十年属于她的生活 可这并不是我犯下的错啊 更何况现在的她已经拥有了一切 为什么偏偏还要针对我呢 我叹息一声 无力反抗 道歉 江少爷 我以后尽量不出现在有你的地方 我语气卑微 言辞诚恳 那怎么行呢 你还没亲眼看着佳和嫁给我的样子呢 要嫁给我了 心不心痛 我谈谋迎上了她得意的目光 当下就想要一拳挥在她的脸上 可我还是忍住了 我不想再挨打 不想再回到可怕的大山里 纳住你们百年好和我冷淡的回应一句 转身离开时却见到林家和站在身后 她来多久了 没来得及多想 唐英已经朝我喊了起来 江琪安 过来我看了一眼林家和 她没有任何反应 只是眼神淡漠的看向一旁 我知道唐英心疼她的小奶狗 想要让我去替她完成拍摄 我不愿 可我也没有拒绝的权利 这群有钱人有的是办法弄死我 我只能信心来到唐英面前 这场戏不需要露脸 你替她去演 演得真实一点就行了 唐英语气理所应当的对我安排着 我也只能点头同意 很快我就被几个男人 按在地上暴揍了一顿 每一群落下我都疼得想要吐血 根本就不像在拍戏 而是真的跟我有仇一般 可我没有声张 因为我喊听他们也不会停的 所以我只能尽量护着脑袋 尽管这样 剧情也还没走完 他们将我暴揍之后 抬着我毫不留情地丢进了一旁的池塘 寒冷的冬日 水面已经结了薄薄的一层冰 我掉落进去 瞬间沉浸了水底 那冰冷的水像一道道冰箭穿透我身体的每一处 我被呛到呼吸不过来 我的耳边全是嘈杂的声音 真他妈的废物 一点钱都没带回来 老子见到你就烦 迟早弄死你 那一张张凶狠的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想要躲起来 可是我怎么都动不了 我连呼吸都很困难 我的五脏六腑 四肢百骸全都钻心地痛 这次是真的要死了吗 不知过了多久 我微眯双眼 似乎看见了林家河有些担忧的脸 这是错觉吗 还是死后的幻想 林家河 我死了 你应该很开心吧 终于可以彻底摆脱我这个凡人精 快点把他送去医院 立刻 隐约间 我似乎听到了林家河带着哽咽的叫喊声 我心中诧异 他真的会在乎我的死活吗 这一定是梦里才会有的场景 我真想永远都活在梦里 不要醒过来 我还是从梦里醒了过来 看见自己躺在了病床上 江琛站在我的不远处 看向我的眼神像是要把我生吞活泼一般 还不等我想明白 林家河已经气冲冲地从门外冲了进来 手上拿着一张单子 对我说 江奇安 你有意思吗 胃病和呼吸道感染能让你死吗 我有些猛 难道刚才不是梦 我跟他说 我就要死了 不会 我瞎说的我苦涩一笑 转过身子想要将自己躲进被子里 你刷我 林家河似乎被激怒了 伸手就要将我扯回来 我不肯 挣扎中他将我肩头的衣服扯下 我慌忙掩饰 他却眼疾手快地扯开看个仔细 那是我从前年少不懂事 偷偷闻下他名字的缩写 只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折磨 现在上面已经横过一道伤疤 我想洗掉 可奈何没钱 林家河气得眼睛都红了 用力掐住我的脖子质问 你怎么谎话连篇 永远都在骗我 不是说不喜欢我了 不是说不会再纠缠我了 他的语气冰冷到极致 看向我的眼神里全是厌恶 我被掐得有些喘不过气 我的心里更是慌张至极 我 我没有骗你 我不会再纠缠你了 我只是没来得及去洗 话还没说完 他已经抄起了旁边的水果刀 死死抓着我的手臂想要割下去 他这是要来真的 不 不要 求你了 不知道是我身体太过虚弱 还是他的力气太大 我竟然没能挡得住他的刀子 你相信我 我出院之后立刻就去弄掉 求你了 我发誓绝对不会再纠缠你了 不 我都在你面前了 求求你了 我感觉全身无力 却拼命地恳求着 急得眼泪都流出来 他却像个疯子一样 挥舞着手里的刀子 不停地往我手臂上刺去 江奇安 我最讨厌别人骗我了 话音落下 我感受到一股钻心之痛 瞬间通向全身 我的牙齿都快要咬碎 他却依旧没有停下的意思 啊 我疼得大喊 不知哪里来的力气将他推开 可他只是后退了一步 随后更加狠力地用刀子向我刺来 我的惨叫响出了整个病房 大概半分钟后 他才将我松开 沾血的刀子掉落在地上 我也彻底没了力气 任由手臂传来的刺痛 林家和 你别太过分了 我看见江智妍气冲冲地走了进来 将林家和给推开 他却并不在意 只是冷笑着说道 不就是割下一块肉而已 当初他可是用你们江家的权势 弄断了你亲弟弟的腿啊 为什么他说什么你们都信啊 那件事不是我做的 就要把罪名按在我的身上 然后从我身上报复 我不想解释 也没法解释 他们全都不会相信我的 他们只在意江智 后来他们总算离开 护士这才赶进来帮我包扎伤口 这时候很多血已经有些干了 之后的日子里 我把自己关在家里 连房间门都不想出去 如果可以一直这样平静下去的话 那我愿意永远窝在家里 后来我还是没能躲开 江智带着林家和敲开了我的房门 然后将他们结婚的请柬放在我的手里 我对林家和恐惧极了 光是见到他 我都会下意识地往后缩 后背撞在了墙壁上 压到那些沉面伤口疼得我字牙咧嘴 在林家和眼神的压迫下 我只好点头说一定会到 婚礼开始之前 我看见江智站在二楼对我勾手 我不想理会 可他却说手里有我的秘密 若是不上来那就别后悔 这些有钱人拿捏我们这些普通人 就像是捏死一只蚂蚁那样简单 我保持着警惕走到他的身边 没想到我会在家里找到你的网盘吧 江智得意地笑着 不知道家和看见这些 你会是什么下场 我心下一惊 瞳孔放大 这个网盘里记录的全都是关于我对林家和的爱意 要是真的被他看到了 那我一定不能再继续留在景城了 我声音有些颤抖地问道 你到底想怎么样 很简单啊 那边有水果刀 该怎么做不用我多说了吧 江智阴侧侧地笑着 我心里一阵发寒 他这是想让我死 我已经不会再去打扰你们了 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呢 别废话 你不肯动手 我就直接点击发送了江智举起手机 手指放在屏幕之上 我只想好好活着 不想招惹他们也都只是想安稳的生活 现在就让我为了掩盖这件事情 去选择自杀 怎么可能 我眼睛一眯 看准了他手里的手机 正欲去抢 可他似乎早有准备 迅速就闪躲开来 然后将我往身后的玻璃橱窗一推 在别人眼里看来 我们两个人像是在缠斗 就在要倒下的时候 我下意识地伸手拉住了他的手臂 想要站稳脚跟 可他竟然故意跟着我往后面倒去 我的身体先倒下 将大面玻璃撞成了碎片 散落了一地 江智正好压在我的身上 只可惜根本没人信我说的话 他站起身来 玻璃碎片在他手臂上 留下了几道小伤口 可我却感觉自己的全身 都多了许多新鲜的伤口 我疼得倒吸凉气 咬着牙从地上做起身来 我只想赶快逃离这里 姐 我刚才想拉他的 没想到他要拖着我一起 见到江智颜走来 他顿时露出了委屈的表情 江齐安 江智颜二话不说 直接上来就是一脚 我好不容易爬起身来 就被他踹的脑袋 撞在了大理石墙壁上 一时间我感觉眼前天旋地转 脑袋疼得像是要炸裂了一半 我连呼吸都感觉很艰难 只能尽力去大口的吸气 我想我现在的样子一定很狼狈 我要赶紧从这里离开 我拼命地站起身来 亮亮呛呛地朝一个方向走去 耳边似乎还能隐约听见江智颜的谩骂声 就像是当年听说是我找人弄断了江智一条腿 是一样的愤怒 我似乎看见林家和想要拉住我 可我用力正脱开他的手 衬衫却因此被撕开 露出了我里面那些斑驳可怖的伤疤 我听见了周围喧闹的议论声 我对自己身上的痕迹感到羞愧无比 身后传来林家和的喊叫的声音 可我根本听不清是什么 我只想赶紧离开这里 我慌忙逃跑 可我已经看不清东西 我在长长的楼梯上滚落下去 不知过了多久我才停止下来 这次我真的动不了了 全身都好痛好痛 隐约间 我看见了他们慌张的表情 到底是为什么呢 所有人都不愿相信我 不肯给我解释的机会 不舍分一点点爱给我 脑后似乎流出了温热的液体 我的眼皮快要撑不住 或许死了也是一种解脱吧 朦胧间 我看见林家和跪在我身边 手足无措地看着我 像是快要哭出来一样 我勉强挤出一次笑容 苦涩地说道 林家和 你再也不用见到我了再次睁眼时 我发现头上有一盏很亮的灯 身边还有穿着白大褂 忙个不停的医生护士 我似乎听到门外传来林家和发脾气的声音 我不管你们怎么样 一定要把他给救回来 我要他好好活着 一阵怒吼之后 他的声音软了下来 带着哭腔喊道 医生 求你们了 我有些恍惚 难道自己还在梦里吗 林家和不是最希望再也见不到我了吗 怎么会为了我去祈求 我闭上眼睛 脑海中浮现了林家和的身影 上初一那年 他是我的同桌 我们开始每天一起上下学 初三那年 他帮我复习中考 在我因为解不出题苦恼时 像变戏法一样掏出一颗糖 鼓励我 高二时 我考试被人诬陷作弊 他丝毫不惧站出来替我作证 直到还我清白 大二时 我被十几个人围堵 只有他抱了紧 然后拉着我躲进了小巷里 那么多热烈的回忆 美好的我们 这些在我被送进大山里的第三年 就全部消散了 我不敢再喜欢他了 不知晨睡了多久 再次醒来后 我竟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了 我连反应也变得迟动了许多 每天只会正正地看着窗外发呆 身上有数不清的伤疤 尽管护士每天都有在帮我擦药 可我依旧觉得疼痛难忍 夜晚睡不着时 是靠着护士给的药片才能入眠 在这里也不是每天都很单调 偶尔会有一个好看的女孩子 带着吃的来看我 她长得很漂亮 可我却下意识地想要躲避她 她总爱叫我江其安 问我想起她来没有 我不想去回答她的问题 因为每次只要去想 脑袋就会疼得像是要爆炸一样 她看向我的眼神总是带着一种怜惜 想要伸手触碰我的脸时 我都会本能地想要躲开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眼前这个好看的女孩子很可怕 见我躲开她的手 她的眼眶就会瞬间红了 像是要哭了一样 可是我明明都没有欺负她呀 她拉着我的手低声哭喊着 其安 我对不起你 我知道错了 你别忘了我好不好 我抽回手时 她的眼神更是可怜 我让她以后不要再来了 每次见到她 我的心都会有种很害怕的感觉 可她怎么都不听 还说要是不开心 就尽管打她骂她 我怎么可能会对女孩子打骂呢 这个病房只有我一个人住 有一次门外站着一个戴着手铐的女人 她似乎只比我大几岁 可她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愧疚 她看了很久很久才离开 相比起那个经常来的漂亮女孩 这个女人似乎对我来说更有亲戚感 那个漂亮女孩偶尔会在这里陪我一整晚 她说要给我讲故事哄我睡觉 我确实很喜欢听故事 她说在很久以前 有一个小男孩在雨夜救下了一个高烧倒在地上的小女孩 后来那个小女孩成为了很厉害的人 可小男孩却没有对她提起这件事 她怎么就不说呢 她像是在问我 也像是在问自己 我摇了摇头 说道 谁说帮助别人就一定要得到回报呢 她愣了一下 露出苦思的笑容 我真的错了 她一直摆动着平板 时不时还会红了眼眶 甚至流下泪水 我问她是什么让她这么感动 她看了我好久 柔声道 再看我妹亚在她低声泥南下 我很快就睡着了 只是后半夜的时候 我身上的伤疤再次刺痛 将我痛醒了过来 她慌忙把我的被子掀开 慌张地问我怎么样了 我痛得说不出话来 全身冒着冷汗 很快房间就占满了人 她们叽叽喳喳的声音传到我的耳边 她的后脑勺损伤严重 反应和智力都会开始下降 能就回一条命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听着她们的话 那个女孩像是泄了气一般 满眼疲惫和愧疚地看着我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 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 我身上的伤疤都已经恢复了很多 我也搬进了半山腰的大房子里 这里的房间能顶得上好几个病房的大小 平日里我喜欢在院子里的躺椅上晒太阳 那样会让我感觉很舒服 可一到下雨天 我的身体就会像是有无数蚂蚁在爬一样 不仅疼痛 还扫养难耐 我忍不住去抓脑 被那个女孩看见了又将我制止 齐安 不要抓 会流血的她像是红小孩一般轻声细语 我不 我就想抓 我不要你管我 我似乎发自内心讨厌这个女孩 心灵深处让我只想要摆脱她 我不想天天跟你待在一起 不想看到你了 这句话让她瞬间红了眼眶 眼神里满是无助 可怜兮兮地看着我 后来更是直接将我抱紧 抽气着说 齐安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我不想理会她 想要从她手里挣脱开来 可她紧紧地抱着我 差点将我累得喘不过气来 她轻轻抚摸着我身上的伤疤 满眼心疼地看着我 过了许久才开口 齐安 你还爱我吗 我将她推开 然后用枕头将我们隔开 什么是爱 我不认识你 她愣了一下 眼睛红红的像是要哭出来一样 我是林佳和啊 你说你最喜欢我了 我不喜欢你 一点都不喜欢 我语气坚定地说着 我心里感觉自己一定很讨厌这个女孩 连剑都不想见到她 她哭了起来 可我不想理会 直接转过了身子 我在房子里胡乱走动 发现了一间屋子里放着一块画板 墙上贴满了一个男人的画像 我拿来镜子对照 画上的男人一点都不像我 直到后来有一次 家里来了一个穿着很华贵的男人 她一见到我就开始冷笑着嘲讽 从前不可一世的大少爷 现在竟然沦落成傻子了 真是好笑 你真以为林家河会喜欢你吗 还不是因为你有几分像我 得不到我 所以把你当成替身罢了 听到这话 我忽然想起画室里的男人画像 好像真的跟眼前这个人的样子差不多 原来我是别人的替身啊 我从餐桌上拿过一把水果刀 咬牙忍痛在脸上割了几道口子 一时间鲜血流变了整张脸 林家河回来的时候 看见我顿时吓了一跳 我指了指自己的脸 对她说 我不是谁的替身 我谁也不像 你可以不要再关我在身边了吗 林家河像是没听到一样 你怎么这么傻 一定很疼吧 我摇了摇头 没有她紧紧抱着我 抽抽气气的说道 齐安 那天结婚的人不是我 我只是半娘而已 你以前不是最想娶我了吗 只要你愿意 我们现在就结婚吧 林家河已经哭成了一个类人 可我心里依旧没有什么感觉 我不记得了 她像是受到了什么刺激一样 看向我的眼神似乎有些可怜 我真的知道错了 齐安 你别这样好吗 我语气坚定的回答 我就是这样 我不喜欢你 我不想见到你了 林家河的眼睛像是瞬间黯淡了 没有再说些什么 我刚来到这里住不久 就有一对叔叔阿姨来看我 他们既会就又亲切的喊我名字 说我是他们的亲生儿子 可我什么都想不起来 也没有任何感觉 齐安 全都怪我们 不知道那一家子畜生 既然这样对你 我们已经替你报仇 让他们去蹲大牢了 我对他们有种提出的感觉 没聊几句我就跑回了房间 在这里住了四年 我呼吸越来越困难 每天的睡眠时间也越来越长了 林家河的脾气 似乎也变得越来越差 不过是对别人来说 对我他似乎永远都很温柔 有天他坐在我的床边 握着我的手声音哽咽地说 齐安 这辈子是我对不起你 若是有来世 我一定好好爱你 在我临死前回光返照的时刻 我竟然有了片刻的清醒 不用了林家河听后更是难过 可他依旧拉着我的手 叙叙叨叨地说着 他说当年家族内斗 暂时被赶出了家门 后来淋了一夜的雨发了高烧 我及时出现救了他 可他当时被烧得迷迷糊糊 后来便误以为是姜琛救了他 所以后来才对他伤害我的事情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不在的那三年里 他并没有跟姜琛有什么关系 反倒每日想起我来 落水那次 我跟他说我就要死了 他吓得直接给医生下跪了 当时这件事情很快就传开了 发现我没事之后 他为了挽回些面子才故作冷漠 姜至言故意伤害我 导致我受了重伤 后来被送判了刑 在得知真相之后他后悔不已 一直想要当面向我认错 可被林家河给拒绝了 姜琛确实是姜家的血脉 但他只是一个私生子 我才是真正的亲儿子 只是当时被姜琛从中搞鬼 故意在亲子鉴定上做了手脚 说完之后 他眼中带泪似乎有些期盼地看着我 我没有睁开眼睛 只是声音很轻地说道 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 他顿时愣住了 要是我当初没有认识你 该有多好林家河忍不住 趴在床边哭了起来 若是没有林家河 就不会有姜琛 我这一生怎么会如此苦难 可惜现在 说什么都太晚了 我的耳边失去了所有的声音 彻底进入了一片黑暗的世界 头七那天 我的灵魂停留在墓碑上 看着林家河参加我的祭拜仪式 转身离开前 似乎看了一眼我所在的位置 他的嘴形似乎在说 等我随后他背影决绝地离开 姜琛跟上了他的车 我有些疑惑 直到十分钟后 我亲眼看着他驾驶的那辆车子 坠入悬崖 连带着姜琛一起 全文完